联合国一架直升机从索马里中部的北莱德文起飞不久 就遇到机械故障 紧急降落在宇加勒古都德州接浪的威希尔镇附近 这里正好是索马里青年党控制的地区 直升机被扣留 能源伤亡不明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黑鹰坠落》中 惨烈的摩加迪沙之战 30年前 摩加迪沙的武装民兵和一部分市民 把美国为首的联合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19名美国大兵牺牲 导致后来违河部队干脆撤出了索马里 打是挺能打 但此后连年内战以及各种天灾 索马里的老百姓至今一天好乐的也没过上 此次事件里的索马里青年党可是个狠角色 来看一看他的发迹史 索马里位于号称非洲之脚的索马里半岛 位于亚非两大洲交界处 地中海和印度洋间海上航道要冲 内战前 其海岸线长约3025公里 是非洲大陆和中东地区最长的海岸线 1991年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垮台 各地军队立刻军阀化 在索马里境内形成割局势力 全国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自1979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机构在索马里建立 索马里先后出现了一批伊斯兰激进组织 尤其以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联盟的势力最强大 并在此后的军阀混战中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 武装力量一度达到1000人以上具有相当战斗力 此后伊斯兰联盟势力遭到严重削弱 但扔在911事件后被美国定性为恐怖组织 伊斯兰联盟参与势力 2006年加入到另一支激进力量 伊斯兰法院联盟 并且很快摧枯拉休 大有统一索马里之势 2006年底面对伊斯兰法院联盟快速崛起 埃塞俄比亚在美国的协助下进入索马里开展清交 节节败退的伊斯兰法院联盟内部分裂 其下属的激进派军事组织宣布独立组建青年党 其极端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更加完善 很快其势力范围甚至超过了伊斯兰法院联盟鼎盛时期控制的区域 青年党于2009年成功控制了首都摩加地沙的大部分街区 并宣示效忠基地组织 力量也不断壮大 其人数接近1.5万人 与此同时 国际合作打击青年党的力度不断加强 2012年 美国国务院以3300万美元重金悬赏 索马里反派武装青年党的七位主要头目的下落 这是美国首次将矛头对准青年党的高层人物 其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索马里陷入严重饥荒 仅在2022年 至少就有700万人受到严重干寒的影响 其中就是18000人流利失所 这也导致青年党严重受挫 尽管索马里青年党已经被从主要的城镇赶出 但他仍然占据和控制索马里许多农村地区 在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 凯尼亚 三国交界地区的活动愣然猖獗 其目标是在三国交界地区建立东非伊斯兰酋长国 近年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频繁的在摩加迪沙和其他城镇制造自杀炸弹攻击 罪行累累 青年党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篮园招募 并在国外直接进行恐怖暴力活动 他们与海盗相互勾结 通过海盗截掠勒索大量赎金 已成为青年党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 他们和亚丁湾对岸的基地组织 阿拉伯分支的联系 都会直接威胁亚丁湾和鸿海的海洋通道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